裸著上半身的男子手持開山刀 沿路走過來 他的女友在一旁拉著他的手 似乎在安撫他 但男子不肯聽 還揮動刀子繼續往前 後來男子就這樣拿著開山刀 在附近閒晃 還疑似對路人叫囂 由於這也是台中逢獎夜市附近 人來人往 有人碰到了 還以為發生了隨機砍人事件 上網PO文要大家小心 附近不少居民都有碰到 而且還疑似看到槍人心惶惶 警方趕緊調出監視器 並派出大批員警在周遭埋伏 最後在晚間接獲線報 男子和女友躲在一間汽車旅館內 立刻前往逮人 警方事後調查發現男子不止是和女友 有吵架後持刀在路上閒晃 前兩天晚上男子還曾經報假案 說自己將女友殺害 害警方立刻派人到現場 警方說當時已經依照恐嚇為安罪 將男子送辦 沒想到他不知悔改 事後在他的住處內 找到了刀屑毒品和一把空氣槍 除了持刀槍路人觸犯公眾為安罪 男子這一次又加上毒品 以及違反槍炮彈藥 由於是連續鬧事還造成民眾恐慌 警方立刻移送 移請地檢署延辦 而行務連校月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